被受关注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在今天登场 民主党 共和党两党在选前的最后一刻 都派出了重量级的政治明星到各个选区去站台拉票 那么这次的中期选举到底有哪些主要的看点 我们下面通过连线 请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亦华来带您了解 亦华 好的 郁文 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将在星期二登场 美国选民将在今天决定一个新的国会的组成 以及对于执特朗普政府上台两年以来左右的时间的做出一个评分 因此这一次的国会中期选举可以说是备受美国各界的瞩目 我们也知道在以往历史上 在国会中期选举在与没有总统选举共同举行的情况下 投票率通常都比比较低 甚至是低很多 不过在今年第一个主要的看点就是 美国的民众热情的参与今年投票 因此很有可能会出现创纪录的投票率 这个民众的参与的程度 那么就是包括刚刚在我们稍早 根据所了解到的情况 预计今年的这个投票的情况会高于以往 那么事实上在这个选前的一天 在星期一截至星期一为止 已经有超过3100万的选民 已经进行了提前投票 也是所谓的early voting早期投票 这个在2014年的国会中期选举的时候 只有2200万的人 因此可以说是在早期投票的这个阶段 就已经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那么第二个看点则是在这个选民 大量出来投票的情况下 是否会出现民主党人所预期的 希望出现的这个所谓的蓝色浪潮的出现 我们知道在以往的历史上 共和党的选民通常是对于 中期选举的投票比较具有热忱 不过在今年民主共和量都极力的呼吁 他们的选民能够出来投票 民主党方面是集中锁定了这个年轻的选民 女性的选民以及移民的选票 能够站出来为他们投票 因此他们是希望能够借由这些 平常以往是沉默的声音 如果能站出来的话 能够趁势拉着这股蓝色浪潮 使得民主党能够拿到 他们所希望达到的目标 也就是重返众议院的多数党的地位 不过在我们采访过程当中 我们也发现分析人士也是认为 如果民主党他们希望能够取得他们的目标 重新返回众议院多数党的地位 其实这个门槛是相当高的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 这个彼得森教授他怎么分析 民主党可能需要获得 至少55%至57%的普选票 才能刚好拿到众议院多数席位 那是很高的门槛 如果真的有蓝色浪潮 如果民主党希望夺回众议院 那必须要是一股非常大的巨浪 我们知道共和党方面的 他们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守住 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大党的地位 那么民主党则是将对他们的目标锁定 在将众议院来翻盘 由红天变成蓝天 那么不过我们知道 在众议院里头435系全部进行选举的情况之下 目前只有48个选区是被媒体 以及分析人士列为是所谓的战场区 就是两党势均力敌的选区 那么在这48个选区当中又有25个选区 是在2016年民主党的克林顿候选人获胜的选区 那么在目前在众议院方面 民主党是有193个席位 如果他们希望能够重新返回众议院多数党地位 则是需要至少获得24个席位 新增24个席位才能够成功 因此整体的形势目前看起来 是对民主党相当的有利 不过一切的结果还是要等到选民星期二 做出投票结束之后才能够知道 郁文 是 郁华 那么除了这个选举结果备受关注之外 那么当然也有一些重要的议题 各方都想要了解 这场选举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比方说我们看到在中期选举的这个期间 也正值美中两国的贸易争端越演越烈之际 那么到底美中关系 还有美中两国的这场贸易争端 在这一次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里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是的 这个美国中期选举呢 事实上主要还是是以这个地方和国会为主 因此呢这个选民在考量他们的这个 后支持的候选人上面呢 主要还是是以内政的议题为主 不过在今年呢 也有些这个外交的议题 也是在一度的列到了这个 美国媒体报道的这个范围之内 其中包括呢 在这个今年九月份的时候 中国的官方媒体 中国日报的英文版 曾经在这个爱奥华州的第一大报 德媒英记事报呢 是刊登了一个长版的这个广告文章 一共强达四个版面 那么这个文章呢 是指指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呢 给爱奥华州的这个大多的农民 带来了相当巨大的这个损失和伤害 那么它其中的影响呢 是指指了这个特朗普政府呢 所执行的美中之间的这种关税政策 其中呢 它是甚至指出了 这个是总统愚蠢的行为的后果 那么这个特朗普政府 特朗普总统呢 曾经不止一次的指责中国 干预美国的选举 他甚至是这个表示说 比起俄罗斯 他更担心中国的问题 他认为中国的问题是更严重的 不过呢 这个对此呢 我们也曾经询问了 同样是共和党籍的 来自奥克拉和马州的联邦参议员 兰克福德 那么兰克福德议员 则是向我们表示 他认为更准确的说法 应该是说中国试图影响美国的选举 我们来听听兰克福德参议员怎么说 中国所做的其实不是干预 而是影响选举 他们也不是试着做俄罗斯 在2016年所做的事 他们是想影响 基本上是在为中国进行公关宣传 想告诉人们 你看中国是好的 我们是良善的 其实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这么做 没有什么错 但当你只以某项政策为目标 并且与选举有关联时 那就会对选举产生影响 那么预文就像您刚刚稍早所提到的 美中贸易战在这段时间 其实并没有任何丝毫减缓的趋势 甚至是有越演越烈的这种感觉 不过这样的这种情况之下 对于美国中期选举 是否有产生任何的影响 不过大部分的美国的政治分析人士 则是认为外交的议题 在这一次的中期选举当中 并没有扮演太大的角色 我们继续来听听分析人士怎么看 看起来这些议题对美国中西部州 没有造成什么影响 部分原因是 对于那些受关税影响最大的选民 不管是农场主还是小业主 他们仍然认为 在整体的政策上 特朗普总统做的是对的 他们愿意姑且相信他 说我对短期的后果感到不高兴 但我还是支持总统 因为我认为 最终他在中国的问题上会做正确的事 我们将会与中国有一个更好的贸易关系 不会让中国像以前那样逃脱责任 是的 分析人士是认为 在美国许多的农业州 都还是特朗普总统的坚定支持者 因此对于这次共和党的选情 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冲击 那么除此之外 在今天晚上的 美东时间星期二晚上九点钟 在北京时间星期三早上十点钟 美国之音也将会播出一组 美国中期选举的特别节目 也请观众朋友来锁定 时间交还给土石人郁文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记者李亦华 在华盛顿问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 我们下期见